这台是BMPCC一代 8岁高龄的口袋电影机 性能很强悍 体积很小小 可以轻松装进上衣口袋 裤子口袋 衬衫口袋 甚至 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可以录ProRes 422 12bit RAW 相当不讲理 以至于到了2020年的今天 江湖依然有它的传说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来吹它的 我们是来拆它的 为什么要拆呢 因为前两天不小心 把它掉在了地上 好在这个硬邦邦的小东西的全力机身 受了一点皮外伤 并没有伤到筋骨 直到我换镜头的时候发现 卡口松得像棉裤腰 初步判断是螺丝松了 对着卡口的螺丝一通拧 没用 那就是里边出问题了 来吧 拆起来 首先撕去它表面这层 类敷材质的胶皮 撕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几颗螺丝 把这几颗螺丝拧下来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 可以把这个外壳打开 扣不动 原来是因为里边还有两颗螺丝 全部拆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脱水胶皮的样子 螺丝全部下来之后呢 后盖二已经分开了 轻轻的取下排线 现在就是把边PCC一分为二的样子 左边是它的主板和主要的功能部件 右边是它的显示屏 主板上有很多螺丝 一一拆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另外一条排线给撬开 然后打开主板 就能看到里面内部构造 好像也比较简单 有一些绿色的东西和黑色的东西 一些塑料和铁片 仔细观察一下 发现是它的右胳膊和左腿摔断了 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用胶水把它沾上 于是我来到了小麦布 但是这个小麦布里面 只有万能胶和超能胶 我需要的是AB胶 来到了另外一家小麦布 依然只有502 好在我们还有神奇的贩卖 一番等待之后 外面小哥 谢谢胶水送来了 先把A挤出来 然后把B挤在A的身上 让它们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最后把它们涂抹在 卡口的右胳膊和左腿上 等待5-10分钟晾干之后 我们重新把主板给装上 拧紧螺丝 轻轻的装上排线 插电池 通电测试一下 显示屏已经亮了 看来没有问题 装上镜头 对焦 显示一些正常 重新装上盖板 拧紧螺丝 穿好衣服 就可以把盘工 最后收回这台机器 2020年是否还是个入手 如果说你是拿来玩 体验一下BMD的RAW 然后在达芬奇里面调个色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可以 当作一个玩具 它几乎是完美的 但是你拿它来干活的话 不太建议 没有防抖 没有自动对焦 收音机器垃圾 续航 如果不挂外接电池的话 几乎无法使用 米接电池塞进去 可能10分钟就没了 如果你想拿它来干活的话 最后你会发现 是它干了你 但是体验一下 它那个柔和的画面 和非常有质感的色彩 或者说想感受一下 比较传统经典的 电影制作过程 那么它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你这几分钟 没有浪费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